不过是巧合 确实巧合 张侍郎 张侍郎不会认为 怀锦手上的这枚大钱 和晋王手上的 有什么关系吧 你要记得 怀锦在大庆殿上 是献过大钱的 献下只不过是把玩 不小心损坏了一点 这也值得怀疑吗 校官不敢 只是例行询问罢了 姑母 正如张侍郎所言 只是例行询问罢了 只要表兄能解释清楚 便好了 离指挥使说 是不小心把大钱弄坏 可有证据 当然有证据 因为那被大钱 是我弄坏的 殿下 小女鲁莽 张侍郎 请见谅 你说 是你不小心把大钱弄坏的 是 我借了怀锦的大钱王 不小心弄坏了 得知今日刑部查验 我才特此前来 担心他被冤枉 看来离指挥使 大钱上的缺口 正如福尔小姐所说 中严城大人 曹大人 曹大人 你的大钱呢 我没有大钱 没有 怎么会没有大钱 没有 为何没有 为何没有 与刘成复通信之人 是否与曹大人有关 本官再问你最后一次 与刘成复通信之人 是否就是曹大人 来人 是 来人 拉出去 多谢长公主殿下 所谢为何 当然是谢长公主殿下 帮晋王找回了大钱 还晋王殿下清白 本宫倒没听说 晋王要迎娶幸福的王妃 不知你是用什么身份 来谢本宫呢 是臣女冒昧 本宫素来听闻 福家大小姐 一犯捉人 真晚俱休 可如今看来 也只不过是 媒娘教养 你家的门风 本宫可实在不敢攻我 贤德的母亲 娇儿女与人德 臣女幼时失事 自不敢称 德里其休 但若施德之人成为母亲 不能正其身与帅子 又能教她的儿女什么呢 臣女心中一想 实在是游怜不已 幸生此子生来 有人意之心 才没有孝似其母 你好大的胆子 长公主殿下与臣女 论遍门风教养 自然是父母善之 子弟学之 父母恶之 子弟孝之 此事自古就有论断 不知臣女 哪里冒犯了长公主殿下 好个伶牙俐齿的 伏家大小姐 殿下 走 姐姐 爹 是曹英 曹英 果然长公主殿下 是用曹英当了替罪药 看来她手中的那枚大钱 应该就是曹英的 我说她是不想要 我说她是不想要